快速道路上驾驶切到外侧,下一秒 好几片铁皮从大火车顶部突然吹起往后防飞 撞撞砸落在车道上,让驾驶超惊吓,闪过人声跑马灯 挡下的一颗刹车减速闪避,好在没有发生事故 说话在新北台61线,大火车上的铁皮被吹先 宛如恐怖血滴子,险些纵杂后方车辆 甚至一片铁皮还飞到对向车道 网友眼怒哄,大车司机是在玩马利欧道具赛吗 铁皮要是飞进挡风玻璃,飞死即伤 同样离谱车祸发生在新北新庄思源路 骑士没照表现,二段是左转,直接停在路中央,结果 好几辆车惊险闪避,但小黄直接迎面猛撞 骑士瞬间惨摔落地,急着横倒马路,索性人没有受伤 不过警方到场,发现骑士驾照已遭吊销 调阅监视器后,还看到他当时在滑手机 三项违规,最高可处两万六千八百元罚单 而闯获的问奖,没有注意车前状况 恐怕也得负担造势责任 详细事故原因,能带警方调查厘清 接下来周江文,情况已新北报道